作曲 李宗盛 这几句说话令你痛伤 新伴老人从未拍掌 我没忘记我有别人欣赏 我就是我决心坚守理想 无需要脏气 平凡都可有美 凌事天高开心 亦要撑起 爱不需说道理 吸引口气突破冲开距离 仍是每天一天 爪转机 仍高贵是你 如何高胖想你 无论彼此身份 如强烈对比 总是根捷力疲 若有你就有惊喜 你都不忍舍弃 都玩家捉我来找你 你好,我是社署的社会福利主任 邓姑娘 今天引认法庭的命令 来同期望做家访的 调查报告会交给法庭了 明白,我去带你到处去看看 不好意思,进屋前要消毒伤手 因为我儿子有敏感 每个人进来都是这样 不好意思 为了安全起见,几年前 我们已经换了防滑地板 我们平时都会特别处理忘仔的餐具 这间房子是我和我儿子的 我睡这边,我儿子睡那边 这就是我儿子的小天地 他平时在这里做功课和找处 邓姑娘,你剃了这么多下 是不是才说法官将来会把我儿子判给我们 我不可以代表梵田的决定 不过基本上按照今天的报告来看 你们的分手都不错 谢谢 阿曼,进屋了,再见 我送你去 走吧,瘋了 你这里做正经生意的 我的朋友介绍的,他说你功夫好 乱乱乱,多少钱呢? 再来,还不打,还不打 你那边打,走呀 你也走了,再不走,我们报警 我们这里没有这样的 又生意也不做,没错 走呀,走呀,走呀 有没有弄错,你买假东西给我 我也没有买假东西 还买不买我这个黑店 走呀,走呀,走呀 走呀,走呀 你不是这么担心的,走呀 你怎么这么吵架的 这个平时不是这样的 是呀,这个平时没那么担心 不是这样的 姐夫,照你这么说 社工觉得我们家周围固乱乱 人们都不生不死 不要紧的,哪有时候找街坊帮忙 出庭作职 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也可以出庭 我会跟法官说 我们为关注敏感协会 搞一本慈善童话 就可以证明你是一个好爸爸 也是一个好员工 谢谢你 网仔,你肚不肚饿吗? 吃一件太麻自制的三文字 网仔,不用紧张 我带了神经病 又要告诉法娟 我吃水很好 因为爸爸很温宵 妈妈 阿星 睡 网仔 网仔 你们现在想怎么办 最近搞了这么多事 都不知道是不是你们找人搞我们 别以为有钱人就大了 我告诉你 我们怎么也不会让你们 抢走我们的亡仔 婆婆,你说这些话 说话客气点好 这位婆婆,请你说话小心点 我的当事人 有权保留法律追究的权利 什么不小心 现在你们在这里恶人宣告状 是…自由司 放心吧,大家 我不会追究 网仔 网仔,你好嘛 网仔 网仔 说完就走吧 别再骚扰我们网仔 阿Ben 现在真的不懂事 没问题 待会去庭上见 网仔 网仔 网仔,你怎么了 网仔,你怎么了 网仔,你怎么回事 网仔,你怎么回事 我快在这里 你欺负了 网仔,你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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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仔,你快拿着药来 快拿着药来 你干什么 其实,我儿子遺传了食物敏感 麻烦你让我救回去再说好不好 麻烦你 网仔,你快拿着药来 药… 药哥 药哥 药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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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送他进医院 那他怎么上庭 别管太多了,送去医院再过去 早安,各位 早安… 药仔 你找Ivan? 他有点事上不到机场去新加坡 明天才会上班 谢谢 你觉得这个楼馆如何? 房子很小,可以吧 这单栋楼上车本差不多了 一、两个人住就刚好 最重要是你喜欢 不如趁有时间 我打电话给企业 上去看示范单位 不要 我突然想起了 我漏了一份很重要的文件 在公司还没做 明天要交的 好,早点做完早点走 是呀,那我走了 好,下次吧 下次陪你看看 你小心 小心 一个一个都傻傻的 一个无故说买房子给我 一个人影都不见 是呀 我先把你吵爆了 混蛋 喂? MK妹 喂? MK妹 喂? 你为什么不封我电话 这么没来搭杀的吗? 电话也不会打吗? 我刚才下机 刚下机就来喝酒 不会打电话的 不开心就喝酒 你敢说你不开心? 现在是你约了我看电影 是你放了我的飞机 你还没有告诉我 你说 为什么你上不了机 去到机场才发觉 买漏了一件事 所以回头买 你给我干什么? 就是给家宝吧 好吗? 这件事不是买到家宝的 是买给你的 我最喜欢吃的樱桃味消化饼 你买给我干什么? 我不相信你 我自己也不相信 但是一个人在新加坡的时候 才发觉思念这些东西 原来没得骗人的 我一个人在酒店 看着情侣一相一对 在吃榴莲 我才发觉原来我挂念那个 如果不是其他人 而是你 喂? 我现在忙着工作 我等一下再打电话给你 拜拜 拜拜 你去哪儿? 你不要理我 你告诉你,你只顧着我 今天你也不许她说 你不许她,你只顧着我 你又不说 你有女朋友的 我奶奶有头烧的 让她去体力和我住 不许她 算了,算了好不好? 你不要买东西给我 你买东西给我 你买东西给我干什么? 没用的 нали 稳定了 我们以后除了公市上的合作之外 其他地方不要再跌 你走那边 我走这边 就这样 我想多谢你这么久以来帮了我这么多 想多谢你 MK boy! MK boy! 我們不要再逃避我們的感覺 這樣對我們四個都不公平 我去跟他說清楚 你也回去跟他說清楚 好嗎? 阿朗 來了嗎? 我…我想我們… 我明白了 我會祝福你和Ivan 為什麼你會… 對不起 其實我最近覺得你有點不妥 雖然你仍然跟我外出 但我覺得你好像經常都心不在意 之前我不是跟你說買得好東西 其實我是想試試你 對不起 我和你從小到大 你的笑容是很率性、很真誠的 但是最近 你的笑容沒有以前那種感覺 不如我們做回朋友 好像以前那樣 雖然我給不了你幸福 但是至少 我想守護你的笑容 巴打 一生一世的好巴打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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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an呢? 他去了廚房 進來 好 已經決定了 由今天下午開始 就調到荃灣的物流部 那些貨倉和電腦都需要更新 到底發生什麼事?我不想去 我昨天想得很清楚 其實我們根本不應該開始 一開始已經是錯 是, 一開始 你的確幫了我很多 而我分不清 什麼是感激和感情 但我現在想清楚了 我真正喜歡的是家寶 一開始因為你扮明麗香 才對你有感覺而已 再加上喝一點點酒 發生了不應該發生的事 對, 從今天開始 我們不要再見了 我們不要再錯下去了 我跟你根本就是兩個世界一人 我明白了 我趕快出去收拾東西 姚先生 你幹什麼?家寶 你別傻, 你別傻 家寶 你別傻, 你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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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理我 家寶 你冷靜一點, 冷靜一點 我不要回家 我不要跟你分開 你很好的, 你很好的 你一定要找到另一個男孩 我不要只有一個 我只要你 不要做了你, 要死出去 你給我吃 你千萬不要做傻事 你怎麼搞不好 我救了你… 你不要離開我, 好不好 我不要預防了你 你怎麼搞不好 Code 法官閣下, 家訪那天 寫處職員看到的是個別事件 居住環境只不過是考慮因素之一 最重要的就是 期望他患有食物敏感症 但是答辯人, 他似乎對期望疏忽照顧 引致發生近日的病發事件 但是最令我震驚的 就是答辯人竟然沒有隨身帶鼻急救藥物 本籍不否定答辯人對期望的照顧 和他們之間的感情 而申請人也淺述了 他們當初不能夠照顧兒子的原因 本籍認為申請人更加有能力 為期望提供到合適的生活環境 和醫療服務 所以本籍裁定 將期望的撫養權交給申請人 十四天內執行 阿包, 原來就走快點了 阿包 阿包, 為何要把家裡的荷植物 搬來這裡 因為這裡的陽光和泥土都比家裡好 不過植物還在這裡, 會生長得更好 像望仔你一樣, 遲些都要離開家裡 和親生爸爸媽媽一起住 這樣對你會好一點 阿包, 為何要去其他地方住 阿包, 你不要我了 阿包不是不要你 還是我們放假, 還可以見面 阿包, 我要每天都見到阿包 阿包, 你說一句話 你說永遠陪著我 和我有一個特殊 現在這個都是雪人 你, 阿包, 我貓上去 阿包 阿包, 阿包, 你阿包不想這樣 這是那個法官姐姐的安排 如果你阿包不跟著做的話 你阿包就會被人抓去坐牢 你想不想阿包被人抓去坐牢? 不想 是呀, 所以王姐要乖 要聽話, 知道嗎? 為什麼要去多久? 是呀 你看看, 棵樹仔糕還是王仔糕 是呀 棵樹仔會和王仔一樣快高長大 翌日當棵樹高到王仔的時候 就是說王仔已經長大了 你想做什麼都行 想跟爸爸一起住都行 真的? 那, 王仔, 你去到親生爸爸那裡 要乖、要聽話, 知道嗎? 那放假的時候 就可以和爸爸來這裡淋水 看看棵樹什麼時候高到你 可是我這件事要顧著爸爸的 爸爸送一個小巴給你 你顧著爸爸的時候 就看著一個小巴 讓爸爸和王仔都在那個小巴裡 好不好? 爸爸, 你記得要來一趟嗎? 紀先生, 上單 其實我也不想搞這麼多無謂的手續 現在事情終於解決了 我和兒子可以團聚 我都知道你和王仔有很深厚的感情 不過如果你日後有什麼需要我幫忙 儘管開心 謝謝, 我希望王仔開心地救你 我一定會好地照顧我兒子 王仔 王仔, 跟媽媽上車 走吧, 王仔 王仔很乖, 你忘了嗎? 有她陪你嘛 是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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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寧姐姐 拜拜, 王仔 拜拜 聽話, 知道嗎? 來… 背面跟 discour殺akes別人 聽爸爸的話 爸爸答應你呀 爸爸答應你 是 怎麼了 王仔, 乖 好了, 王仔, 不要哭 來, 玩玩 好, 再見了… 來, 王仔 好 好, 王仔, 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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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乖 大子 容小姐, 剛才看完報告 好了, 你的估計沒錯 專家說望仔在上庭前的敏感反應 應該是透過皮膚接觸致敏物質引起的 既然證明真的是他們一奸的禮 要不需要立即向法庭申請上訴呢? 不用了 為甚麼?姚小姐 因為昇華, 望仔跟回她的親生父母 也是一件好事 因為她相信天下奸的父母 一定會很愛惜她的親生骨肉 良大悠霸 永大悠霸 敏饕 不傷口 不傷口 揚 是我這次做爸爸的做得不好 令亡仔這麼失望 其實由我知道亡仔 不是我親生的那天開始 我就預料這一天早上都會令你 但我沒想到這一天是你的時候 是這麼有心 不如下星期請到日假, 我們去台灣旅行 反正我們還沒自己去旅行 不要, 最近都比較忙 請兩天, 姐姐 連星期六天都可以玩四天 下次吧 我知道, 你根本不想跟我去 你還想念MK妹吧? 我那天跟你吃飯 你聽到外面有個女生 搶棉若仔炒了車 你馬上撲出去, 你賭死了一杯水也不知道 你根本還想念她 你一直都在騙我 我是想念MK妹 我不想再假裝下去了 我真正喜歡的MK妹 我想跟她在一起 是嗎? 你不喜歡我嗎? 你不要我嗎? 你說過你不會丟下我一個 別管你, 我寧願死了 你別這樣, 你走回來吧 我不走了 我總是你不想做人 你不會自殺的 我會 你不會的 上次你吃安眠藥自殺 我阻止你 我在你家桌底撿到藥 我問了藥劑師朋友 她只是維他命 我跟你說分手 你用自殺來嚇我 逼我, 逼我和你在一起 我騙你也是因為我緊張你 我不想失去你 家寶, 謝謝你對我這麼好 但是, 其實我們很多事都不合 強行在一起, 只會大家辛苦 我不明白, 我不明白 MK妹有什麼好, 有什麼比不上她 愛情不是說, 比較的, 是說感覺的 你是很好的家寶 但是在我心裡, 我只有MK妹 好, 你去找她吧 你以為你真的很好嗎? 你以為我真的很喜歡你嗎? 我看你傻, 怡紅仔什麼都聽我話 我只會說, 可惜, 我看你錯人了 翔和, 請我去IT中心 等我見客後跟著你下班 是的, 沈先生 那電話 我剛才我載過梅小姐, 應該是她留下來的 敏兒, 我知道你們很多司機和工人 應該有人全天留在服侍網仔 不過我想提醒你們 每次網仔放學, 見到我親自去接他 網仔都很開心會跳到我身上抱著我 所以可以的話 最好由你們親自去接他放學 我不去見客, 請我去文興小學 是呀, 沈先生 你怎麼會這樣 Dixon, 乖, 先出來吧 不出… 出來… 不出… 爸爸買了玩具給你玩 不出… 不出… 出來吧, Dixon, 乖, Dixon, 先出來吧 Dixon, 出來吧 不出… Dixon 梅仔, 為什麼躲在裡面? Dixon 怎麼了? 爸爸, 我不願意去過一項學校 我不要叫Dixon, 我要叫期望 我要回爸爸 Dixon, 你回來這麼久 還沒叫過一聲爸爸 Dixon, 快叫爸爸吧 乖, 叫爸爸先 出來…不要逼他, 進去… Dixon, 不如讓爸爸跟你玩, 好不好 不要先做功課吧, 沒錯… 讓爸爸跟你玩騎博馬, 好不好 來…我抱你 不要… 不要動了, 別動了, 別動了 不要動了, 別動了, 別動了 別動了, 別動了, 別動了 別動了, 別動了 放下我們, 我要拿哪個小巴 什麼小巴? 給我…什麼小巴? 什麼小巴? 給爸爸, 給我… 給我, 給我 小心 有什麼好玩的小巴? 爸爸買了這麼多新的玩具給你 有火車頭, 你知道這輛小巴做什麼嗎? 是爸爸說給我的 誰的爸爸, 給我, 不給我 不要… 你怎麼樣? 爸爸, 這輛小巴爛爛了, 你會爛爛的 我叫爸爸, 爸爸, 我叫你 小子, 芬姐, 快帶少爺去洗澡 知道了 別這麼生氣, 小朋友是這樣的 以後就沒事了 為什麼你還要讓他帶這種東西? 我問他拿過了 他也不肯給我小巴 你怎麼做人媽媽的? Dixon回來半個月了, 這樣也照顧他 我打算把公司都放下 回來可以照顧兒子 誰知道又弄成這樣, 浪費時間 自從芒仔來到這裡之後 我都沒見過他笑 其實是不是我們想得太簡單呢? 他始終跟阿昇一起生活了六年 我們當初是不是不應該接他回來? 你教我做事 你別以為你自己真是女主人才行 我找你回來是幫我照顧兒子的 跟那些傭人沒分別的 當初你打算欠兒子回來 你們為了什麼?大家心知肚明 沒有了芒仔的撫養權 我曾經很失落 不過我明白 任何父母都一定想和親生的骨肉團聚 所以我勸服了自己 只要芒仔跟著他親生爹爹 開心幸福的話 我不應該有什麼抱怨 所以我很希望你能告訴我 芒仔跟著你們之後是不是開心 嬸先生 不好意思, 嬸先生 我載 是, 嬸先生 你好, 嬸先生 有些事情是關於王仔和阿昇的 想和你聊聊 好, 其實我也想找你很久了 不如這樣吧 我們找個地方坐下詳細慢慢聊吧 好嗎? 好 Ben 你可不可以把王仔的撫養權 交給阿昇嗎? 不行, 我之前做了多少事 我剛剛才跟Dixon相處不久而已 但你也看到, 王仔不太接受你 我不介意, 他年紀還小 慢慢他就習慣了 好, 你問心一句吧 王仔跟著你, 他開不開心嗎? 我明白 但他始終是我的親生兒子 是因為親生兒子, 你更加不應該這麼自私 既然如此 你可不可以幫我一個忙嗎? 幫到的, 一定幫 讓我這個, 你要測試 以下是一節風暴消息 三號隔壁信號現正新行 天文台說將於下午四點前 改罰八號電風暴報告適後 爹 爸爸, 爸爸 王仔 爸爸, 我很掛念你 容姓姐, 你怎麼帶她來 快要打風了, 你先帶她回去吧 王仔以後都不用回去了 我說服了Ben 他以後可以跟回你 真的? 爸爸, 你回家了 媽媽, 爸爸, 王仔, 你回家了 爸爸, 我要回家了 很多董事賣了耀光的股份 如果背後有人秘密收購的話 那姚家在耀光的控制權 就會受到很大的影響 好 那知不知道姚後買家是誰 希望只是巧合 而不是在背後有人惡意控制耀光 姚小姐, 姚小姐 我剛剛才聞到 原來背後向我們普通招手的是沈博文 不是嗎? 是的 Ben 大家冷靜一點 姚家擁有耀光最多的股份 所以沈博文不可能收購得完 我們千萬不要自己嚇自己 我們不會買自己加上生意的股份 但我們一直都聯絡不到二媽和Ryan 還有二叔 爸爸一定不會賣股份 那就只剩下二媽他們了 我想大家無需要太過擔心 就算二太太和Ryan真的賣股份 但是在座各位 你們仍然擁有53%的耀光股權 就是說, 你們仍然是耀光最大的股東 那…我們是穩固的, 我們沒事吧 剛才真的嚇死我了 沒事就…我走了 那我們散會吧 有什麼消息我們再聯絡 再見 阿威先生, 姚光這次真的被你累死了 不好意思, 姚小姐 我看你一直都沒接電話 所以上來問你怎麼用車 剛才余先生說姚光被我累死 是什麼意思? 有人刻意收購姚光的股份 大部分的股東都把他們的股份 賣給一個人 這個人就是… Ben 沈博文, 他要收購姚光 姚家寶不能負姚光的控制權 本來就算二媽和Ryan 如果大人都賣了他的股份的話 現在…股份也可以過半數的, 但是… 但是什麼? 你可不可以把旺仔的撫養權 交給阿星? 你可不可以幫我一個忙? 幫到的, 一定幫 我想你借5%的姚光的股份給我 為什麼? 因為有外國的財團 他惡意收購我給天國際 如果我想保存著這個控制權的話 我就要在市場 大量買入給天國際的股份 因為之前, 我在青林計劃 投入了很多資金 所以我現在的流動資金 就不太足夠 我想你借姚光5%的股份給我 在銀行做抵押 那我要考慮一下 只不過暫時性而已 我可以和你做一份合約 我可以給你雙等價值的 比天國際換股權利 如果等危機一過了 一兩個月而已 那就給你耀光5%的股份吧 坦白說, 我也不捨得撫養權 但沒辦法 我真的不想看著我辛苦經營回來的 基金全都被人拿走了 你為了我們父子借了一些股份給他 我以為Ban是一個信得告的人 才讓我佩生的股份給他 我沒想到他轉頭就… 向其他股東收購他們的股份 難怪是余先生這麼生氣 我最擔心的是義媽和Ryan 自從上次表姨長那件事 我一直都無法聯絡他們 我怕Ban找到他們 你信服他們賣他們的股份? 那到時姚家的股權就會少過一半 那姚剛的控制權 就會落在Ban的手上 你的車子不要了? 壞了, 弄不住 我明白, 有些事過了就過了 我離開了新博物 我希望你這次真的知道 以後的路要怎麼走 不要緊, 從頭走過 走冤枉路, 怎麼都比走錯路 對嗎? 旺仔怎麼樣? 這樣很慢 好, 改心了 好, 你隨便可以來探討他 我這裡有一點錢 我希望你可以收到他 不用了, 你還了錢給我 我不是一個好媽媽 你就當是我一點點心意 就當是亡仔的學費, 好嗎? 給我一個機會 你對我, 為兒子做了一點點事 好 謝謝 對, 我聽到的事 可能會幫到你和姚小姐 我知道Ben 一直都有跟姚家的二太太聯絡 敏兒說你二媽這次下機 對, 約了森博文在律師樓見 我想應該是搞賣股份的手續 希望我可以切 二媽 你不可以賣給你的股份 你管我嗎? 不要, 你跟我回去, 好嗎? 開 二媽 我去吧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